虽然现在上海的很多路名都是一些美好的愿景和意义 但是取名的路上也是发生过一些小趣事的 比如当年长林区的北新京地区 为两条路取名的时候就引发过争端 一条取名为前溪路 一条取名为赤水路 这里的两个路名都是贵州的地名 本来没什么特别 但是用上海话去读就非常的尴尬和不厉 那一条就起来 一条叫什么 叫几十路 有个一样七十 另一条叫擦四路 我真的俗了 出台以后老百姓的反响是很大的 后来经过地名办公室的研究 最终取消了原先的命运 还有在满航区的新庄 有两条路的主路叫水清路 之路叫输赢路 旁边还有一条叫雅治路 听上去寓意是非常美好 书饮横斜水清浅 已经非常的优美 从文字上看也不可挑剔 够雅治的 但到了上海人的嘴里 就成了雅治路 这个读你也听到逗 我不知道那里的人 是否这样读 还是叫习惯的 可见 取路名既有科学 又有文化内涵 不能是否小事 它也关乎到民生的历史 陈方冲 又有梦 帅 雅治路 的 在 没 你 这 yok